日本新西市有超过3000剂的辉瑞疫苗必须报废 因为是保存出了问题 新西市政府联盟出面道歉说沟通有误 原本用在大型接种中心的辉瑞疫苗 被工作人员放进了超低温的冷冻库 那么已经解冻的冷藏的辉瑞疫苗 再一次被冷冻就无法来使用了 统统都浪费掉 随时掌握国内外交点等你哦